今天来教您做一道适合宝宝吃的蛋羹 比布丁还润,月子餐也可以安排上 这边准备了三个鸭蛋 本来想用鸡蛋的,但是已经没了 锅中烧水,下葱姜 主要是给这贝壳去腥 调料只需盐和料酒 这汤肯定很鲜,所以不用下味精 煮到完全打开赶紧捞起来 不然再煮就太老了 把肉取出来 这圆汤汁让它自然冷却到60度左右 蒸蛋最重要的是掌握比例 汤是蛋液的1.5倍最佳 今天选用小碗分开来蒸 分餐制的一人一碗相当方便 每天用心教做菜 你想学做菜,点我头像旁边的交好收藏 已经更新了700多道,学到就是你赚到 扣上保鲜膜,蒸的时候才不会老掉 起昆锅状 开中火,蒸8分钟 你只要照着我的步骤来 肯定不会出差错 撒上葱花,淋上蒸鱼此油 最后的点缀和蒸香蒸味很重要 高油温把葱和酱油的味道激发出来 跟我协作菜 每天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惊喜